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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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我是GuruTeddy 又是我们学习钉钉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那么这一期我们再继续 啊 谈一谈关于这个钉钉审批嘛 那么之前呢 前几期的视频呢 我们都有跟大家分享如何搭建这个报销单嘛 那么之前都有说就是可以添加这个图片嘛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诶 我可能要添加一个文件的格式 可能是Excel 可能是PDFR 或者是一个 一分钟的短视频呢 诶 这个好像有可能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添加呢 那么这一期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首先你必须是这个 省批的管理员 然后点击这个编辑 你就会来到这个我们叫做后台啦 那么这时我们要添加这个 呃 我们叫做附件 所以在这个左手边呢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附件 好 那么我们就拖拉放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呃 第三方的这个收费版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去呃 看了哈 好 那么我们要怎样呢 就是打开这个币田 就可以了哈 上面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收费版的 好 那么这个名字我们改一改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发布 发布了过后呢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就是你要试试看的时候呢 一定要刷新 好 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个附件了嘛 对不对 ok 我们来添加 看一下这个pdf file 能不能够上传 我选择从本地文件上传 我去找一个呃 pdf file 好诶 成功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再上传一个呃 短的视频哈 大概一分钟左右 当然你要上传三分钟也没问题嘛 那么它毕竟它是占有你的这个储存空间嘛 对不对 好 那可以找到了 这个是一个mp4的格式 哇 看到吗 非常非常的棒 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呢 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呢 请记得like and share 最后最后 ABCD一步到位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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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